文字不重要 回去要把筆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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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教 上星期的学生理论上星期五以前要教的 上星期没有教的 这星期三以前要教 如果没有教的话 中午就到我旁边去写作业 我愿意中午不要愿意写作业 可以 上你旁边写作业这样我就可以一直问 可以啊可以啊 而且剛剛我自己寫的問題 反正就不是不能試 我們上禮拜講到維持生命的三藥素是什麼 就是陽光空氣水 陽光空氣水 陽光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陽光水沒有溫暖 是為了溫暖嗎 是為了什麼 植物也要呼吸 植物也要呼吸 那是空氣啊 對啊 陽光是要做什麼用 剛剛有陽光 講清楚 我們人要不要照陽光 人為什麼要照陽光 為什麼要 人類需要陽光只是因為要看你的劍 如果可以看你的劍就不需要陽光 我們如果沒照了陽光會不會死掉 不會 食物也會照陽光 我們沒照陽光 生命要維持要有陽光 是因為我們的食物來的也是植物 動物 但是很多動物最基本的 食物來的也是植物 植物有沒有放好像那個 那個小雞 這樣子 素食主動一折 什麼 在講清楚 不是 那小雞 那小雞 那個小雞 照光是為了溫暖 沒有錯 那是為了溫暖 但植物照光不是為了溫暖 植物照光是為了行光的作用 它呢 行光的作用 它拿二氧化碳 CO2 跟水 還有陽光 陽光就是能量 能量 它如果這能量呢 把CO2跟水 重新組成澱粉 或者是葡萄糖 這就是它的過程 這東西是什麼 這東西是其他動物的食物來源 或是能量來源 所以最終的這些東西 都是從陽光變出來的 陽光的能量給他們去哪裡 所以我們要從這邊間接獲得 陽光的能量給動物使用 對不對 像動物吃了這些植物的澱粉 葡萄糖之類的東西 進到動物身上 它也有了能量 所以我們陽光是來自己測量 這都是我們從這邊來得到能量的 那水為什麼很重要 那水為什麼很重要 我們要喝水啊 蛤 我們要喝水 我們要喝水 但是我們如果不喝水 為什麼會死掉 水為什麼很重要 水對於生命來講 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我們白飯不是這個水做的 呃 這些都是目前的現象 可是為什麼水對於生命來講 這麼重要 羽龍 羽龍 不知道 想一下 我們都講過了 上禮拜也講過了 水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植物需要水 因為植物要是一直燒陽光 然後它就會變成枯掉 所以它需要水 好 第一個 食物它需要水 來合成澱粉或葡萄糖 嗯 第二個 動物需要水 動物為什麼需要水 你看看喔 這邊也是一個細胞 旁邊這邊有些糖 想要這個糖會不會過去 不會啊 如果沒有水 這個細胞可不可以移動 不會啊 都不會嘛 不會啊 不是 水把這個東西溶解之後呢 它就一攤水 不要嘛 它就可以用過散的方式 進到細胞裡面去 好 人的營養分 在身體裡面也是一樣喔 用 做好 人的營養分在身體裡面也是一樣 血管在流通 好 血管在流通的過程當中 為什麼它會把氧分送到你的大腦 這是血管 對 這是你的大腦 大腦需要很多氧分 可是血管送過來之後 血管怎麼把氧分送過去 小小水管 小小水管 還是有水管 這樣子氧分就可以過去嗎 氧分怎麼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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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 細胞 我知道這旁邊 這是細胞 這是腦神經的細胞啊 這是血管的細胞啊 用水啦 這是細胞 對 用水水是怎麼暈過去的 水 你看 通過水管然後就跑過去 這個血管或者這個細胞 腦神經細胞 它身上都有孔隙的喔 都很小很小的孔隙 很小的孔隙 很小的孔隙 這中間都是液體 我們說的血管 或是腦神經 或是我們皮膚的細胞 都是泡在一些液體裡面 深的液體裡面 這液體又是水做的 所以身上的這個養分呢 血管出來的氧 氧氣或是養分 都是特別多的 氧氣或是養分 都是比較多的 所以它濃度比較高 它就可以慢慢擴散出去 擴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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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散出去呢 給誰 就可以給你其中的細胞用 這個腦神經細胞 可能它 想很多事情 它耗很多能量 所以它現在需要養分 所以水是幫助這些養分啊 氧氣啊 移動 很好的工具 水很重要 如果沒有水的話 這些養分都不會動 不會動 都死掉了 OK 水 陽光 水 空氣 那空氣要幹嘛用的 空氣呢 呼吸 空氣為什麼很重要 呼吸啊 其實空氣我們裡面需要的 這個主要是指甲 氧氣的部分 氧氣的部分 空氣可以提供氧氣 氧氣是提供 讓我們身體裡面 可以得到這種 我們叫做低溫的燃燒 低溫的燃燒 是沒有火的 讓它給你养分呢 跟氧氣 混合完之後 作用完之後 才能化學變化 才能化學變化 得到能量 讓你身體可以移動 你可以跑步啊 可以想事情啊 可以吃飯啊 這是需要能量的 走路也需要能量 這些能量會幫助你 都是需要把這些燃燒 好 這過程叫燃燒 呃 冷燒 沒有問題 說 所有的CO2是如何 CO2癢不好看 兩個癢 一個炭 二癢 不好看 所以人死了 但現在不會再救了 所以就會變冷了 汽水裡面 再講一遍 不知道你不是說 就變成那個 有風風風風 有了 很大燒 你就是要能量 對 但現在他們都不太運作的時候 人就變冷冷的 對啊 當你就死掉之後 為什麼身體會變冷 人死掉之後 這些反應都不會再繼續進行的 不會再繼續進行的時候 他就沒有能量 身體就沒有能量 就不會維持你的溫度 有溫度就下降 就會變冷冷的 OK 好 所以第四題我們講了 陽光對生命的重要性 你知道了嗎 嗯 好 我們現在就我們自己所知道的 能夠接受陽光 的能量 活著的這些生命 生命有哪些 能夠接受陽光的有哪些 植物 植物 還有呢 蝙蝠 蝙蝠 你要說什麼蝙蝠 蝙蝠 有沒有聽錯 蝙蝠應該不能吧 蝙蝠當然不能啊 蝙蝠可以接受 接受陽光的能量 這真的是新的發現喔 羽龍 但是蝙蝠應該是可以接受一點點的陽光 對 他當然可以接受 不是任何東西都要陽光嗎 但是他需要陽光 不是直接接受陽光啊 像我們人類需要陽光 主要是透過植物來接受陽光 並不是你直接去 不是他只要塞一個小小 對 他只要塞一個小小 你就活得好好的 沒有辦法這樣 好 能夠直接接受陽光能量生存的生物有哪些 哪些 植物 植物 主要是植物還有別的 它有什麼 它有什麼 能夠接受陽光能量生存的生物 除了植物還有哪些 人可以嗎 可以吧 人現在不行喔 主要是植物喔 變種人 主要是植物啦 主要是植物 變種人那個 好像有但是 也不太行喔 植物人 外星人 植物人行嗎 外星人 不知道 外星人不知道喔 是一手推倒人 然後你講那個外星人 我不知道或許有 或許哪一種外星人 他的整個發展的過程當中 演化的過程當中 他是從植物之間演化成分 我知道 太陽能感 你怎麼知道 我說也許有 但是我不知道啊 也許有 我現在沒看過 太陽能感 只要吸收的陽光 它就可以發電 對 但它不是生命啊 叫生命 就拔到生命不行嗎 那無法接受 陽光能量的生存 生物有哪些 它們如何生存 人類 人類 還有其他嗎 吃別人的陽光 吃別人的陽光 吃別人的身體 當成我們的能量來源 可是我覺得 吃別人的身體的話 那能量可能會減少一些 有 當然會消耗 當然會消耗 你知不知道 鞋惡的大摩 他們都會把小豆子吃掉 讓人進搶自己的摩 譬如你看植物 它吸收的陽光 假設它吸收的陽光是100分好了 它吸收100分 它轉換的量如何 剩多少 可能只有剩下80%的能量而已 對不對 人類吃了這些東西之後 如果動物好 你先講動物 動物吃了這些東西之後 它可能只吸收了50% 變成什麼出去 剩下30%變成什麼出去了 我們吃掉了 我們吃掉的本來是50% 消耗掉了 使用掉了 你看80% 它剩下50% 還是現在30% 去哪裡的 變成什麼 食物 拉掉了 就是我們拉掉了 唉唷 什麼東西拉掉 很辛苦 一定是到你有吃就有出去 可是我覺得幹嘛要拉掉 就很浪費 因為我們有些 那你要把它吃掉 有些能量 對你可以在那裡吃掉 有些東西是我們沒有辦法吸收的 我們每個動物都是能夠吸收 一部分沒有辦法吸收全部 所以這些東西 並不是管你們有用啊 有些微生物會去分解啊 微生物會再吃一遍 那微生物分解完 多大可能就把所有能量就耗掉了 就回到大地了 那全部就分裂了 變成大地 回到大地去 所以說 以前有個說法 你身上有的東西 你身上這些零件 你身上的細胞 可能有些原體是一億年前的 別的動物的大裂 變成的 對不對 我們身上你所呼吸的空氣 裡面的氧氣 可能有些來自於十億年前的 動物的身體 爛掉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身上這些原子都已經用了幾十億年了 好 都還在用 好餓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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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東西都不是你的齁 你身上東西都是跟別人寄來的 我們跟那個宇宙寄來的 因為有些人都還給宇宙 我就是不還 你不還 那你讓他幹嘛 你這麼想要 你不願意很痛 餓 我不知道我怎麼樣 我為什麼不還 你只是 你只是覺得很強 不還就很爽 好 好 生物圈我們來想一下什麼叫生物圈 阿里 什麼叫生物圈 阿里 蛤 生物圈 圈 生物圈 圈 什麼生物圈 五號圈 五號圈 生物圈裡面前面有虛弧 猴子 是 什麼呀 很帥啊 我知道你根本是有的 我們現在的生物 我在這個叫做 地球的生物圈裡面 好我們來想想 這是地球 超帥欸 超帥欸 這是地球 沒事沒事 不要聽我 雨頭請你坐好 你是下 下邊你還在上一隻生物嗎 蛤 蛤 這地球 那 你看地球 有 關鍵有大氣對不對 外面是有一層氧氣 一層空氣 有一層大氣 裡面包含了氧氣 這不是過動嗎 那是 雖然有層過動 但是你是讓你看到它過動 好 這有大氣 中間有一些水 有陸地 水呢 可能會震發 震發完之後會怎麼樣 變成下雨 下雨 下雨又回到土地 就有河流流到海上去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是隨便晃 那這邊也許有什麼 那是水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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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年都是常年的結冰 就是譬如南極好了 假如我們地球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我們的轉軸嘛 也許這樣 隨便挖 隨便挖 好 這比較地球 這個A星球 A星球 某A星球上面有些動物 植物 泰坦星星 這個呢 整個來講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生物圈 因為它透過這個環境 它可以自己自主 它的氧氣空氣 它裡面可以自主自主 它可以在這邊情況的作用 它的能量可以在那邊循環 它不需要依靠外面說 哎呀像我們養一隻狗 我們用龍子養一隻狗 好了 然後呢 狗會有打電 狗要喝水 狗要吃肉 蛤 我家的狗都吃素 不是啊 都吃飼料 搞不好也可以 吃飼料 你給它餵吃掉 好 這是一個我的肚子痛 你不可以餵吃掉之後 它會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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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給它親大便 它可能就發臭 可能長癢病 狗可以把它餵吃掉 狗可以把它餵吃掉 狗可以不給它吃 你不給它喝水 它可能就死掉 這樣泡圈 這個是不是一個生物圈 是 就不是生物圈了 是 是 因為它需要靠外界的力量 這就算極致啦 它需要靠外界的力量 來讓它生活 它才活得下來 它可以靠自己把錢打蛋 好 那如果這隻狗呢 它會到森林裡面去 它回到森林裡面去 它可以去找食物 它可以有水喝 這個森林跟它 它就類似一個生物圈 它可以拉食 拉食 拉食 然後咧 然後咧 臭味品質 臭味品質 就是這個 A星球來講的話 上面有水 有空氣 有動物 有植物 臭味品質 它這裡面的生物 可以活得好好的 需不需要從外面 提供一些食物給它 需不需要 從外面提供食物給它 不用 它裡面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 對 而且一直在循環 重點它已經有了 如果到外面一直在循環 就 打它有水進去 它怕死 我們把魚籠關起來 看它是不是可以 只靠我死 就可以生火了 好不好 人類每天都要水變成鳥 總有一天 這個世界會重來 不是 我是說 地球就像個籠子 然後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人不是會排鮮 不然人家把它死吧 死吧 死吧 就是星球覆蓋 有那麼厲害嗎 我剛才你講了 很多衛生物它是靠吃食長大的 吃食 那些死衛生物就靠吃 就把大便給分解 把這些排鮮都給分解 不然你怎麼每天都有在上廁所 那個花瓣子不就早就滿了 裡面都是大便 大便 大便為什麼不見 不用抽啊 吃很好的花瓣子是用抽的 對啊 你知道嗎 花瓣子的設計通常這樣 流浪那邊去吃 對 它衛生物去吃 喔 這水進去呢 它就是會咳起來 這邊水滿對不對 大便會沉在下面 大便會沉在下面 會累積 累積上面呢 是比較清新的水 水就漫過去了 漫過去呢 它還是會累積 累積 再漫過去 好 最後再排到外面的排水溝 你如果好像花瓣子呢 裡面是有細菌的 它會把這些大便呢 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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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解成很小很小的原子 不分子之類的東西 它就會跟著水流出去 這是乾淨的 這是乾淨的 可是呢 如果我們經常使用的清潔劑 清潔劑裡面有強穿強檢之類的東西 清潔劑 或是一些化學材料 清潔劑會把細菌都殺掉 細菌都殺掉之後呢 這個大便就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多到這邊來 多到這邊來 排出去一多 耶 排出去的大便 那就很臭了 這整個化瓣子就很臭了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找來抽大便了 把大便抽走 抽到哪 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做分解 它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做分解 它找大的化瓣石啊 那裡面有很多細菌 就把那個大便丟進去 你要讓他會去吃 你會去吃啊 然後大便裡面要充滿清潔劑 然後又燒 不會不會 它那個量很大 所以它的清潔劑會稀釋掉 現在它裡面有很多細菌 很多細菌 它就會去把那些大便分解 所有的分都是冷的 我不知道耶 我沒有去碰過 我不知道 搞不好 搞不好 狗蛋 我等一下拿去 沒關係 反正它進去之後 它會靠細菌分解掉 你細菌分解掉呢 你出來的化瓣子 就不會那麼滿 它就會慢慢就會消化掉 所以在家裡面洗廁所 盡量不要用清潔劑 用可惡 是啦 不是 可以在學校吃 一個廚餘粉 對 你可以去用廚餘頭 用一些廚餘水 因為它沒有細菌 所以這些化瓣子 聽說 我聽說有個 我聽說有 我媽有個朋友 住一個社區 然後呢 那社區 裡面的化瓣子啊 都因為 被那個清潔劑 嗯 就是 馬桶 都被清潔劑 清洗嘛 然後呢 那些大便都變硬 那些大便都算多久啊 我不知道耶 不要 原來你敢 你敢抓洗 就可以練出一套新的拳頭 你就抓抓 PK 啊 啊 就打敗了 好 所以呢 我們在 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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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 我們在做 在開啟生物圈來講的話 我們要看的是 它可不可以 密合 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如果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呢 我們就說 這是一個生物圈 它可以 它可以自體自主 封閉的系統 如果它不是一個封閉的系統呢 我們沒有想說它是一個生物圈 因為這兩個是設計的幹嘛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把它剃掉 它會變裝了五隻啦 我覺得這一個跟這一個 可以幹嘛 可以讓別人撞腳 根據我猜測MD 那個話分血嗎? 對 抽焚只有短時間 我剛剛跟垃圾 不是在設計 只是抽到蚊子要被綁住 然後我們先往衝擊 不然我再一天走一趟 所以我們把蚊子掉好了 沒有又 好 好 再 你過去一點 所以我們如果有個地方 嗯 過去一點 好 抽分一碗 所以像我們如果說 因為這是一個 草原型的氣候 草原型的氣候 這是一個草原型的氣候 草原型 草原型 草莓 草莓型的氣候 草原是比較平坦對不對 草原的話就是 你看到就是草 它沒有什麼大樹 沒有大樹的原因 主要是因為它雨水比較少 雨水比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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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沒有辦法形成豐富的這個 可以長的大樹 它就是長的草 因為 你當雨水孤節的時候 植物就死掉了 可是草的生命力很強 草那可以先 就像柳原型的草原型 現在是一片古草 沒有水還一片古草 可是大雨下過呢 它草就全部長出來了 草的生命力是比較強的 而且草可以隨時 類似像修女一樣 可是樹就不行了喔 樹如果長出來了 它如果乾掉 枯掉 枯掉在別人裡面的根 都死掉的時候呢 它就長不回來了 就像你後面再澆水 它就長出來了 就死掉了 所以我們說 雨水少的地方 大概只能看到草而已 讓我們看到樹 那雨水如果越來越多呢 雨水越來越多 多到很多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像雨林型的氣候 你們知道什麼叫雨林型的氣候 雨林是哪裡有 亞馬遜河 亞馬遜河 對 在南美洲那邊 有個亞馬遜河 亞馬遜河流域裡面 都是雨林 什麼叫雨林呢 因為它水下很多 雨下很多 所以植物長得特別好 尤其樹長得很高大 雨林 那這個樹呢 樹長得很高大之後呢 就變成像森林一樣 它整個生態 這個生物圈 就是變成像森林一樣 都是大樹 反而草就長得少 為什麼草長不起來 因為大樹會吸收 比較多的陽光 這是一點 我知道了 大樹會擋掉那個陽光 對 大樹會擋在後 所以你去看 很多大樹底下有一圈 沒有草 草長不起來 好棒啊 這個就很棒 跟著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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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是裸露在外的 裸露在外的根 讓草長不起來 是這樣子 可是沒有裸露的地方 為什麼要草長不起來 沒有根的地方 好 比如說樹對不對 這邊可能像 剛剛浩瑟講的 這邊跟 好 那旁邊為什麼不會長草 不太容易長草 沒有羊羊 主要是羊羊 沒有羊羊 沒有羊羊 草就長不起來 所以你可以從這個 雨水的多寡 來看到這個 不同的生物圈 那同樣的 假設我現在是 草原型的氣候 草原型的氣候 為什麼動物比較多 牠吃草的動物就多了 牠容易吃草啊 什麼兔子啊 鹿啦 牛啦 就比較多 對不對 然後 距離型的氣候呢 會什麼時候比較多 嗯 什麼 什麼 兩棲類會多一點 兩棲類比例是什麼 青蛙 青蛙還有呢 還有 大型一點的 芭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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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蕉是植物啊 兩棲類動物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兩棲類動物 我不知道 還有什麼是兩棲類動物 兩棲類 蘑菇 一比雲 青蛙 青蛙是兩棲類的啊 那 企鵝是不是 什麼 企鵝 企鵝不是啦 企鵝怎麼生在雨林 企鵝是在南西 兩棲類 兩棲類 為什麼叫兩棲類 兩棲類它就適合 潮濕的地方 它適合在水 水邊生長 粉 適合有兩個棲子 你很厲害 你是不是很簡單啊 你最厲害 你是講粉 對啊 有兩個棲子 螃蟹也不算喔 螃蟹也不算兩棲 有兩個棲子 像它有爬頭類也是啊 什麼爬頭類 不知道 甲蟲 甲蟲是昆蟲 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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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林的話還有什麼東西多 像暴就多 這樣燒了雨林 貓 山貓 對不對 山貓 像草葉前稀後就是像獅子 對不對 那種草得比較快一點的 為什麼 它可以爬樹 獅子不太容易爬樹 像這邊狗就多 獵狗啊 像那種土狼啊 在草葉前稀後就多 那就是水的多寡 那如果說都結冰了呢 就會變成什麼 變成脂肪會毛很厚很多 脂肪很厚的 很多脂肪很厚 那請問一下 在冰都是冰的環境之下 有沒有動物是靠吃 草 就是草食性動物 為什麼沒有草食性動物 因為沒有草啊 因為沒有草 雪柱 雪柱它還是要有一點點 它主要是屬於草原性氣候 雪柱 它屬於草原性氣候 草原性氣候 那就要靠山區的 對 這大概在那個冰 剛剛山區的中間 對 那 假設這邊都是冰呢 你找不到草食性動物 因為沒有草 你說的動物都是什麼 然後 吃肉 然後一個肉的群 才是以分動物性的 北極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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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柱 雪柱 雪柱是吃肉的嗎 對 有沒有吃出來的吃魚 除了糞子龜 除了糞子龜 有沒有別的吃 小蝦 應該也是有 應該是有 只要你圍生 圍生都會吃這些 圍圍類的那種大型 沒有 我沒有 我們家老子在抓老子 他有時候會吐 他怕了之後 就把夾人都一吐了 他會吐出大便來 好棒 好 他也要吃老子 所以 他有魚吃維生物嗎 對啊 吃維生物 維生物是大便 細菌 對 事實上是一個循環 我們要細菌吃自己 細菌是分解 別的掛掉的蔬體 細菌當然也可以吃細菌啊 沒有錯啊 好噁 你看早期生物 生物 生物 生命一開始圓起 一開始圓起 我們都是從什麼生物來的 都從一個單細胞生物來的 那一包生物就像一個蛋一樣 那種蛋黃 那中間不是這個蛋黃 這是一個細胞黃 中間這是細胞核 外面是細胞膜 中間有一個液體 是細胞質 看什麼細胞膜 然後呢 細胞產生之後呢 它自己的蛋細胞生物 所以它來分裂成兩個細胞 那是細胞啊 對不對 那細胞是什麼 早期的細胞 靠陽光來生長 那細胞是什麼 靠陽光來生長 對不對 它就形光了對不對 它也有活下來 可是這細胞的細胞 那久而久之呢 可能有些細胞就可能說 欸我一直形光的動物 不知道陽光怎麼滴下去 好 有一天 有一些細胞 真的是不小心被卡到了 被卡到一個地方 是石頭下面 風光的地方 它沒有陽光 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開始演化 然後我們就開始演化 沒有錯 有些細胞 雙胞就死掉了嘛 吃糞為止 然後剩下一個細胞 剩下細胞就開始 欸 它就不知道怎麼演化 就開始可以吃別的細胞 啊 它吃別的細胞 變種將死 變種 也可以 這叫做演化 因為環境的變遷 因為環境的變遷 導致它一直就會演化 它必須適應環境要活下去 它就開始吃別的細胞 這些細胞就演化成 類似動物的祖先 要靠吃別的動物來 來活一下 細胞有頭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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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就我們所知道 細胞可能沒有頭腦 剛剛細胞裡面 細胞裡面有原子核 有細胞核 目前我們來講 很難 很難清楚細胞 沒有 你的手有沒有細胞 你的手有沒有細胞 有啊 有嘛 有幾萬個細胞 幾千萬個細胞 請問這些細胞有沒有頭腦 化分子 我就是看不到 怎麼樣 這些細胞連接腦袋 就有腦 好棒 洗手到底有沒有用 洗手有沒有什麼意思 就可以洗掉 洗掉什麼 洗掉 有啊 當然有用啊 可以洗掉全面嗎 沒有辦法洗到全部 這是序域 對 沒有辦法洗掉全面 但你洗好幾百遍 就可以洗到全部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洗到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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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細胞到你們的腦袋 我們很難清楚 但是細胞 也許它有些別的運作 它真的存在它的DNA裡面 全世界分堆起來有多高 DNA裡面 你不要問那種問題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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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存在一些記憶 那種記憶是一代一代相傳的記憶 化分器 哦 哦 我懂了 那 也許這個裡面包含有些是像是大腦的功能一樣 但是目前來講並不是這樣的 它有點像是那個什麼 原始人 嗯 好像有兩種 一個什麼什麼叫做什麼什麼人的 我不知道 什麼人 但是 你知道嗎 現在我最近看一個資料 我最近在想說要不要養 那需要養肌 所以我剛剛的資料在說 目前有一種雞 有一種雞 因為它長時間只是負責生蛋 就是人類養這隻雞 就為了生蛋 它叫蛋雞 對不對 然後它變成一顆蛋 然後一直負 我的雞都只剩兩顆蛋 世界上沒有只有一顆蛋 不是啦 世界上沒有人只有一顆膏 對啊 這種蛋它就是養這些雞 它養的雞 每天都負責生蛋 它生了蛋 它生了蛋 然後它還回去複蛋 但是以前的鳥 以前的鳥生蛋了之後 它一定會去複蛋 對不對 現在的雞都只負著生蛋 這些雞 後來有後的結果是 有一天 他們開始認為說 這些雞這樣太可憐 每天只負著生蛋 沒有公園可以生產 沒有公園可以走 不夠人道 所以他們才把雞 放出來 讓它可以自由生產 可以自由活動 雞沒有了 就是它不是要複蛋的 它不懂複蛋的 無聊 這些雞不會複蛋 因為它經過好幾代的演化之後 它也不記得要複蛋 無聊 真廢 所以他們的 蛤 沒事 什麼無聊 沒事不要理我 他的不會複蛋 你說不理就不理 聽聽聽 就是這些雞 它經過好幾代這樣演化之後 它的DNA裡面 本來有一個訓號 通常說 你生了蛋 就讓它去複蛋 所以說明我會這樣做 可是這些雞 它已經演化到 因為我們人類的訓練 就是把它放在籠子裡面 它只負著生蛋 就當有天它被從籠子放出來之後 它很自由自在的生活 它一定要會下蛋 可是下蛋完了之後 它就忘了要複蛋 它也不知道要複蛋 所以這些蛋怎麼辦 就必須靠人來把它複出來 所以他們有複蛋箱 把這些蛋放在複蛋箱裡面 用燈靠去照 讓它複蛋 它必須靠人來複蛋 它沒辦法自己複蛋 好遜喔 也不是遜 它是一種演化的 蠻特別的動作 但是現在世界上 還是會有一些雞 還是會複蛋 對 就是只有這些雞 所以一定要讓它們混在一起 有可能 然後換那些蛋雞 學習那些野生雞 有可能 你這樣是一個很好的建議 假如它跟其他記憶方 還喜歡九二九之初 它又會有 復蛋的記憶 它又會這樣復蛋 對 這是一個很好的想法 好 好 那個 這位先生 猴子先生 兩位子 猴子 猴子 下一個長個 我們要做一個 下一長個 下一長個 再起來 下一長個 往下下個 下一長個 樓下有個水族箱 那水族箱 我之前講過 把它清乾淨之後 我們來養昆蟲 來觀察昆蟲跟蜘蛛的生態 我帶水族箱 我帶水箱 我帶水箱 我把時間靜 所以等一下 樓下已經有來養 水族的生物 好 那這水箱 放樓下比較危險 有時候 同學啊 打球啊 丟球啊 就會撞到 你以後不知道 球都會有進來 真比較還好一點 就沒有演奏 放在這個 走樓這邊 好 然後 等一下 那要養甲蟲吃果凍嗎 我們要養甲蟲嗎 我也不會養要吃果凍 我希望我們養的生物 我譬如說 動物很會理解 我希望 我們養的動物生物 是一種 半野蟲的概念 半野蟲就是說 也許我提供一些環境 讓牠可以生活 但是我盡量不要去餵 就是把這個環境 吃到最後 譬如說我們的水族 生態溝 我們不需要每天餵吃掉 不是啊 不需要嘛 牠們會吃青蛙的蛋 有可能牠們吃青蛙的蛋 會吃小蝌蚪 有可能 但是我想 希望我創造一些 這種生態環境 是讓生物可以自己 在裡面生活就好 我們在旁邊是做觀察的 我們不要太多的介入 不要太多介入 比如說 我不需要天天去餵食物 現在只有養狗 那狗可能就要餵食物 養羊 也是不要餵食物 這邊有草可以吃 然後養雞 這邊有蚌蚪可以吃 像豬物之類的 我們養這些動物的話 我們需要去照顧牠 那另外如果說我們養 我像那個水族像是長這樣子的 裡面有三格 這邊淺淺的 那我上面準備照個照什麼 照起來 那我在想說 然後我們可以在中間的一層 丟這一層 我們鋪一些土 中間植物 把一些草弄進去 然後另一層就是放水 這邊放水 這邊也是植物 哇這樣很酷耶 然後這邊呢 我準備 我在想 抓一些蒼蠅進去 蒼蠅 蒼蠅就會殘軟 然後就有殘不去 對不對 沒有就是造牆 那我在想說 我們可以養一些蚊子 不要啊 蚊子 那如果有人把牠打開 就什麼 啊 一下子 豬腳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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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很大的第一杯 那糖糖 糖糖也可以 糖糖 但是我看還是太小了 那那間草花 沙泉季 你做什麼 這樣什麼 超猛的 看你上面 看一個洞 然後我想要在你那裡 我猜在你那裡 兩個大型的蜘蛛 拉牙 我剛剛在想那 你要是要養 我一定會死 拉牙 拉牙 因為牠會吃昆蟲嘛 所以我們給觀察牠 牠怎麼去捕食 拉牙 蛇子 你說 那那些草花石 你有沒有水 我們看 每天要澆水 對啊 這是網子 所以我們可以從上面澆水 就用開蓋子 那慢慢的這些昆蟲 牠就在裡面循環了 對 對 那些動物就在裡面循環了 他們完全是水的蝦子 裡面的蝦子 會養蝦 很可愛 我們知道會養蝦 我們去一場看看 很好笑 大隻給我竹手抓 在一個土上面做火堆好了 你真的有帶過嗎 在一個土上面做火堆好了 在一個土上面做火堆 在一個土上面做火堆 所以 牠出來 都加了竹手抓 什麼 牠說來啊 很可愛 就給我循環了 你不敢抓 你不敢抓 你自己抓 要養蝦蝦 或養獨角仙 這麼小的環境不適合 我建議是我們要用一個比較大的網子 我們要換一下這個蝦子 然後去吃那些蝦子 我真的要用一個蝦子 如果蝦子有蝦子 那如果蝦子有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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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你有蝦子有蝦子 你也可以把蝦子丟進去 喔 我如果有蝦子沒有蝦子 我也敢抓牠的蝦子 拉起來 我不是 我是整隻蝦 整隻蝦子 在幹嘛 抓牠很小隻的 我生蝦子 我敢抓牠的蝦子 這個蝦子我就不敢去抓牠 那個蝦子 蝦子我還敢 下個 學姨在收好 等一下分工追走 你不要養蜘蛛好不好 我來養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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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養蝦子 我怎麼樣 你說怎麼樣 我求求你不要養蜘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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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觀察一下蜘蛛耶 那 那我就要